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就在思考说 这个房子以前是住人 虽然是住人 它也有在日本建筑史里面的一个发展漫通 这种房子它是在明治维京之后 开始发展出来的一种日式建筑样式 住院照的样式 这个住院照是发展出一个人住的空间 另外一种它的前身辅电照的这种样式 它其实发展出一种茶道空间的系统 简单来说一个就是住人的 一个就是喝茶的 住人的就比较像我们现在青年街的这种房子 那后来明治维京之后开始普及化 民间开始兼建这样的房子 但是后来 在民间开始发展出这种住宅建筑的时候 又把那个茶道的系统的形制 放到这样的房子里面来 所以我们就会在一个住宅建筑里面 看到茶室的空间 那这两种空间的结合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很适合 我们现在这个空间 未来使用的感觉的方式 那未来的作用按照他们的一个计划 应该是推广这个茶文化吧 它旁边是另外一个敦煌画廊 已经古色古香了 也是做茶的 做画展跟做茶的 我觉得如果这两个是摆在一起的话 你愿意进去 穿达生活美学 让你在那边有一个乐活的空间 让你的生活充满了各种趣味 我个人觉得说那就够了 我自己心里面是这样想的 就是说它应该是回到一个日式空间里面的 喝茶的空间的感觉 那我觉得我可以给它的应该是整个质感 空间的质感跟氛围更接近茶空间 虽然格局没有变 材料基本上也一样 但我觉得那个质感或是氛围 创造出来的更接近茶的味道 那怎么是更接近茶的味道 我希望是触感要很质朴的 材料要很自然的 那空间要很低调的 色彩要很简单的 这就是我对茶空间的定义 所以我就尽量去做 这个方向做 老房子活化运动 它就是把过去的传统历史的文化 往后延续下去 透过一杯茶 透过清田常常这个激励 我们向全世界的茶人来推广 来分享整个一个感恩奉茶的理念 未来这个房舍 我们会作为一个 茶温化的锯榜的基地 茶人的培育基地 所以它会有一定的程度 会对外开放 在这边喝的地方 在脑店之后 一边进入 日本时代的 専攻的脑脑 日本时代的 当初的东西 基本上 在这边进入 我觉得日式空间 大家在谈日式空间 只会谈到 它是老房子 它是老空间 我觉得要谈一点就是说 它其实是一个老文化 它是一个生活文化 因为日本人 对木头有特别的感情 所以他们就会选那种特别的木材 然后可以去欣赏它的质感 所以像茶道里头来的时候 其实不是纯粹喝茶而已 还是去欣赏周围的空间 甚至包括庭院的空间 所以你一方面欣赏主人 所拥有的这些字画 瓷器 或者陶器 或者其他这些器皿 然后看茶的花 然后一方面看那个庭院 好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来感受那个空间 那个宿舍群 他们大概除了那个日本宿舍的一个设计以外 有榻榻米的一个屋内的空间以外 大概都有一个小的庭院 那小的庭院都会栽一些树 所以看起来就很漂亮 那很多人买了这些房子以后 拆来以后就好像盖大楼 整个那个利孕就不见了 那当然对很多人的一个记忆 会觉得有一个受伤的感觉 因为以前去穿梭在这种巷弄里面 会觉得说 还蛮有异国风情的那种味道啊 其实台湾可以这样保存像这样子 就日本来讲它历史真的不算久 你看1930年到现在来讲 所以我觉得即使连日本人来看的话 他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说 我们居然会愿意保存这种几十年的建筑 那但是我觉得对台湾来讲 有一些不同的意义 因为其实它跟很多人的生活回忆是共通的 现在的使用者可能都是这房子的生命里面的一个过客 谁都没有决定他现在要变成什么样子 或是说未来一定是什么样子 所以你要留给他机会去改变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